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黎成立至今已经有200余个成员国 决赛圈的名额却只有32个 除去欧洲 南美等足球强国之外 其他成员国想进世界杯已经很难 因为名额不多 虽然公正地分配各大州名领 但也难以满足其他会员国 渴望进运世界杯决赛圈的梦想 欧洲和南美等的会员国比其他州更难 因为传统强队太多 想突围难上加难 不过呢 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创造着奇迹 本届世界杯 强队如临的欧洲 有一个国家足球队创造了奇迹 他们成功突围 进入了世界被决赛圈 说到这里 大家也都能猜到了 冰岛国家足球队 冰岛多大 国土面积为10.3万平方千米 人口多少 约为32万 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 正是这样一个小国 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 能否进世界杯 与某国的人口多少 国土面积多少无关 比如我国 十几亿人口 可就是找不出最合适的11人 打进世界杯决赛圈 原因很多 大家都是清楚的 书生不多提了 当然也禁止 2002年世界杯在亚洲两强 成为东道主 直接进入决赛圈的情况下 米卢率领了中国国家足球队 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 但赢一场 得一分 进一球的目标没有完成 对于世界杯 我们国家足球队还是年轻的 新中国成立后 1957年才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但是年轻不是输球的理由 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体育项目 也有很多是年轻的 他那些项目都在进步 且进步很大 唯独是男子足球进步极小 就连重视程度不及男足 十分之一的女足都不如 因此国足真的需要奴隶 别怪国人骂你们 只怪你们不争气 确实 骂你们的大部分球迷没你们踢得好 但树叶有装功 谁让你们带踢球 冰岛进入国际足联的时间比我国要早 他们在1947年成立足协 当年加入国际足联 冰岛足协成立的20年里 国家队没有参加任何世界杯或欧洲杯预选赛 1974年开始 冰岛国家足球队参加了每一届世界杯和欧洲杯预选赛 他们国家的足球脸赛起步很早 成立于1912年 第一场国际比赛是1930年7月29日做客法罗群岛 那场比赛冰岛1比0小胜 冰岛国家队受到国际足联官方认可的首场比赛是1946年7月27日在雷克亚维克3比0战胜丹麦队的比赛 拥有足球脸赛百余年加入国际足联70余年 2018年才首次进入决赛圈与国足的情况差不多 但人家人少啊 32万人就是那么多优秀的球员 还是在足球强国林立的欧洲 假如我们国家每32万人就有那么多优秀的球员 那世界杯冠军每一届都受我们的 冰岛国家足球队的历史也算是有久了 虽说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但也足以令国足汉眼 今晚冰岛国家足球队将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 面对群星闪耀的阿根廷国家足球队 他们赢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家讨论的都是他们输几个球的问题 但他们对比赛胜利的渴望是值得尊敬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